在跨向单车之前 志工带领大家先做简单的暖身运动 不过在现场却发现 很多小朋友私患一般人不太一样 原来这些都是离婉罕见疾病的儿童 有的人是肌肉萎缩 有的人则是染色体异常 不过今天大家都一起骑脚踏车 进行户外交游 包括威廉事证 还有一些立腺体异常的疾病都有 病类在这里面 那通常这些病类的患者 其实他们平常外出的时候 有一些是因为肌肉武力 所以像这种骑脚踏车的活动 一般来讲是很难得可以出来的 因为平常家属 他们要很辛苦的照顾这些 罕级的伙伴 那变成说他们平常都没有时间 可以出来这些活动 那我们希望他们有一个 假日传奇的机会 出来透透气带家朋友一起出来玩这样 为了让罕冰儿童 也能够有接触户外活动的机会 台湾铁骆驼单车协会 就和罕见疾病基金会合作 由二十几位的单车志工 分别骑上协力车 以及各式车辆 载着大家一起畅游自行车道 每位成员难得享受阳光 享受运动 都觉得十分畅快 感觉很舒服 大量流汗 超舒服的 饭店有的时候也都有提供脚踏车 但是高度都没有像这次那么多 可以选择都太高 大出去一定很多人一样的眼光来看你 甚至有人会问说 你是怎么样 不然你是什么业障 什么你是怎么样 我宁可相信说那是上帝 因为他知道我有能力来照顾他 所以他要把这个小天使派来给我 平常在外面如果说要骑脚踏车 就是很难 包括体力行动上的限制 那这一次可以有这样子完善的一个措施 让他们可以出来 他们是期待 然后又觉得放心 又觉得很开心 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 除了骑单车以外 协会也安排大家进行DIY钥匙圈制作 使用的材料就是眼前这不要的老旧链条 希望借由大家的双手 将一节一节的链条重新接上 不仅达到回收再利用的目标 也象征每个韩兵家庭 都能将互相关怀的信义紧密连结 记者洪嘉豪 他中超不到